事隔46天,涉嫌使用VX神经毒计杀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包凶金正男的段氏湘和西蒂埃莎在五级阿曼特遣精英部队护送下穿着防弹衣第三次出庭 15分钟后,学邦成审法官华里山批准主控官伊斯甘达的申请将案件移交到沙亚南高庭省里 而主控官也将在高庭开审前才将证据交给两名被告的代表律师 对此,印尼籍被告代表律师魏顺成大感不满 因为这无疑将耽误事前准备工作 他申诉三个月来自己六次致函向警方索取口供,避露影像和四名在逃者身份但都吃了闭门羹 使他无法有效地和CDI沙沟通准备辩护,而这将严重影响审讯的公正性 面对质疑,主控官解释,地庭不是处理谋杀案等刑事案件的最终地 因此才没有交出有关证据,而他也决定不修改控状 至于高庭的审讯日期,还有待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一名律师拿督日月新今天也出席庭讯 声称自己是代表朝鲜驻我国大使馆了解金正南密案的审讯进度 巴特空间陈明杰,雪兰纳雪邦报导